隐身在路旁的公用电话亭 或许是很少人使用 显得特别孤单 对四五年级生而言 公用电话曾经是许多人亲情 爱情的联系工具 随着智慧手机的普及 加上免费的通讯软体 民众使用公用电话降低 更别说是公用电话亭了 现在你还会用这个电话亭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有手机吧 哦这个亭子啊 你这样讲就台东也没有几根 对现代的年轻人 公用电话亭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 中华电信台东营业处表示 台东县全盛时期 总共有12座公用电话亭 随着通讯科技的进步 只剩池上以及台东市区各两座 电话亭我们过去是有十几个电话亭 在我们台东县 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变迁 那现在我们目前只剩下四个电话亭 那其中有两个在池上 那一个在我们台东县议会 那一个在台东邮寄 中华电信老员工感叹 早年全盛时期 一台公用电话一天 可以有七八千块的营收 现在一个礼拜能收到两三千块 就很不错了 一文电话以前最完最完 可以收多少 七八千 七八千 大概才最完整 在使用率降低和成本的考量下 多数的公用电话亭都已被拆除 也有电话亭改变造型重生 像金门的红色造型电话亭 还发展出钥匙圈 积木等等商品 中华电信台东一页数最后也表示 仅有的四座公用电话亭 虽然益余不多 但总有人会需要它 绝对会保留下来 尤其我想过去 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谈恋爱 也都是利用公用电话 所以说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回忆 民众有更好的意见 让我们去美化它或是活化它 我们都非常欢迎民众 能够给我们一些意见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维持现况 未来也会开放民众参与 重新设计 让他们活化再生 继续的服务民众 刘南新闻 陈庆雄 台东市 参谋报道